再来要看到体坛传出解报 继去年在市井赛举出铜牌夹击之后 台湾举重好手来自台东的阿美族郭姓纯 昨天是在乌兹别克举行的举重雅井赛当中 又搅出了亮眼的夹击 是在女子58公斤级这个赛事当中 他是以抓举103公斤 停举135公斤 总和238公斤的成绩 拿下金牌 23岁的郭姓纯 曾在2013年雅井赛市井赛等大赛当中 横扫四斤 原本被寄予厚望的他 没想到在2014年的5月 备战亚运的时候 却被杠铃压伤了右大腿骨外侧肌 造成肌肉80%断裂 一度是以为无缘再出赛 但他靠着积极的复健以及治疗 如今郭姓纯在雅井赛封后 不仅是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也为今年里约奥运取得了好彩头